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地藏经》中的轮回观 据统计,在沿海发达地区,女性平均寿命已达到81岁,男性为79岁 平均在80岁,换句话讲,我们40岁以后的人都是黄土盗腰了 虽然理论上讲,还有一半的生命,但后40年的生活质量,身体质量 显然是不如前40年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40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后4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前40年在为什么打拼,为下半生打拼 为了房子,位子,孩子,妻子,票子,面子,做这些工作 如果一个人过40岁,还在为这些打拼 那应该说是不具备智慧的 此时应该对人生做一个战略性的转轨 后40年为来生打拼 这里有一个前提,世界上有没有来生 继续可以反问到有没有前生 在佛教中,这个答案是无比肯定 无需探讨的 三是因果,六道轮回,绝对没问题 前生看不到,摸不住,想不起来 就跟去年的今天看不到,摸不住,想不起来 是一回事 去年的今天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干什么 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跟哪拨人在一块 谁想得起来,写日记也没那么细啊 但发生过吗? 发生过 真实的吗? 真实 但是记忆被删除了 如果去年的今天都记不住 前生前世又哪里记得住呢? 记不住就等于不存在 这是强盗逻辑 前生今生来生 就跟去年今年明年是一个概念 如果说时间有分子结构的话 可以用三秒钟概括 前一秒钟过去是 这一秒钟现在时下一秒钟 未来是前前无始 后后无终 这一秒钟 念念不住 为什么? 当你问我 现在是几点几分几秒 我看了表告诉你的时候 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当下念念不住 前前无始 厚厚无终 这样就形成一个时间流 宇宙人生就是这样的 还譬如 所有人都没见过明年 但为什么所有在座的人 都相信明年呢? 如果不相信明年 谁还会买劳保 买保险 买基金呢? 就是因为相信有明年 那为什么相信 有看不到摸不住的明年? 因为过了365天就是明年 这是经验累积 逻辑的必然 同样的道理 不管你信不信来生 再过50年 60年 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 都会见到一个明明白白的来生 这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但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了 有点晚了 所以说 如果前40年是为下半生打拼 那后40年应该要为来生打拼 这个打拼说到底 是切身利益 不是在为我 也不是为佛教 人间具足六道 事实上 只有理解了佛教的轮回观 才能明白地藏经的孝庆观 明白为什么佛教重心 是锁定在出世间之大小 地藏经讲经的地点是在刀立天 内容是以讲地狱因果为主 看似只出现了天道和地狱道 没有讲六道 但经文中 三图 六道的字眼俯首皆是 同时 经文看似在天宫大谈地狱 实际是以上恶两极 来涵盖六道轮回 天宫是善之极 地狱是恶之极 阿含经中提到诸佛世尊 借出人间 佛都在人间成佛 不在天上成佛 请问 佛为什么要在人间选择成佛 而不选择六道中最优厚的天道 或者是更加充满苦痛的地狱道 却选择了这样一个善恶参半 喜悠参半的地方成佛 因为人间具足六道 具有可比性 可识别性 可以见贤思奇 有助于教化 有人说 人间能看到人道 畜生道 哪来的地狱道 鬼道 阿修罗道 天道啊 首先 王公贵咒 达官贵人 这些人的生活 排场 所享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愉悦 在某种程度上讲 仿佛就在享受天福 身处天道 第二 知书达理的普通人 世人中的基本面 所谓人道 第三 暴逆凶残之徒 一将功臣万古枯 向希特勒 是阿修罗道 第四 艰辛迎生 做牛做马 又鱼吃暗顿的人 仿佛就是人间的畜生道 比如说 在旧社会 长江两岸的欠夫 你说这个形状 说起来有点不礼貌 这不就是一条羹牛吗 第五 饥寒交迫 无依无食的人 所谓荒野饿瓢遍地的时候 吃不饱饭 只能吃糠 这是人间恶鬼道的显现 第六 关押送行 生不如死的人 仿佛就是人间的地狱道 道过清凉庵 不度畜生胎 说文解字 终讲鬼者人之归也 故读鬼因 鬼是人之归宿 归这个因稍作变化 不读方 不读园 读鬼 舟山一带 老一辈之间有种传言 到过清凉庵 不度畜生胎 我去找清凉庵的师父问 为什么民间会有这种说道 结果他跟我讲了个故事 清凉庵位处定海西郊西山脚下 背靠大山 面向一块平原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 寺院两边是自然村落 门口是条大马路 隔住马路都是西瓜地 瓜农担心有人偷瓜 所以瓜园里都有简陋的棚子 里面昼夜会有人值班 有一天晚上月亮很亮 清凉庵对面的西瓜田里 有一个当地农民在看瓜 夜里十一点多 来了六七个老头 当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半夜黑灯庇护 连油灯也点不起的 谁十一点还串门 所以看瓜的人就高度警觉 眼睛直盯住他们 只见这拨人沿着马路 往清凉庵方向走 当时很安静 他们讲话都能传到瓜农耳朵里 还很清楚 这帮老头一律穿着黑褐色长衫 其中一个很奇怪 飞长衫外面套一个白肚兜 在月光下非常显眼 这个穿肚兜的老头子 指着清凉庵说 这是清凉庵 小时候我给外婆拎香兰 来拜过佛的 有个老头就跟他说 那你就不要跟我们来了 你回去好了 于是 穿肚兜的老头就转身离开了 剩下来的人绕着清凉庵 走到旁边一个村落 到了一家就进去了 第二天 这个瓜农一大早就去问 你们家来了什么亲戚 我半夜看见一大帮老头 到你家来 那人说 我家哪里来的亲戚啊 昨天晚上倒是生了一窝猪 有六七个 这里头要讲个背景 我们现在见到的猪 都是带有点粉红色的 这个品种是解放后 从国外引进的 早年间 中国本土的猪 是黑毛黑皮黑头 所以你看绍兴系 三打白骨精 猪八戒的头 不是春光明媚猪八戒里 那么好看的 嫩嫩的 而都是带着黑色的面具 刚降生的这波猪 六七个 一个个都很精神 就一个是死胎 而这个死胎很奇怪 不像其他猪身上都是黑的 它胸口有一片雪白的毛 形状像一块肚兜 这件事就在民间传开了 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小小定海城里的百姓 都知道了 这就是到过清凉庵 不多畜生胎 周山口音的典故 是发生在我老家的一个 明明白白的故事 这些东西 站在有善根 有信仰的层面 是能够接受的 否则很难让人去信服 我们说科学讲究实验 这种六道轮回的思想 三十因果的理论 有实验的报告吗 还真有 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科主任 在九十年代写了本畅销书 前世今生 曾被翻译成几十个国家的文字 新书出版时 在美国连续一周 荣登新书排行榜首位 卖疯了 因为它是生命科学的一种革命 作者经常用催眠的手法 帮人治疗心理疾病 催眠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使人记忆或年龄倒退 你可以问他 九岁你在干嘛 六岁你在干嘛 他会回答得很清楚 第二个特点 人是透明的 没有自我保护意识 被催眠的人会实话实说 杀过人 放过火 做过什么歹毒的事情 人都说出来 不会藏着一些故意不说 有次无意中给一个女士做催眠 不小心催过了头 一下子倒退倒问 妈妈生出你之前在干嘛 还真产生了回应 还有一个一辈子在美国长大的人 从没去过法国 但他用地道的法语 甚至是用18世纪的法语 如鼠家真的讲很多中世纪的事情 通过做录音记录 事后请一些当地人 民俗专家做考证 像这样的例子 他前后做了上千例 经过反复比对 反复记录 反复了解 最后形成了这本书 也是他的实验报告 前世今生 假设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成立的话 那么六道轮回 三世因果再没有什么不能让我们接受 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有人说 佛教辛辛苦苦地宣传三世因果 如果让人都记住有前生 谁还不相信因果啊 就用不住这样勉为其难地去宣传了 我讲两层意思 第一层 新大陆是哥伦布发现的 但不是哥伦布创造的 好歹没丑 天然如此 同理 佛所说的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和规律 不是佛自定编排的 佛只是如是见 如是正 如是说 告诉你真相 就像经典所说 如是我闻 这是我听到的 这是我看到的 天然之理 共业所成 这个跟基督教的创世纪里提到的 上帝第一天造什么 第二天造什么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佛教没有造是这样一说 世界不是佛造的 所谓的合理与不合理 只能说天然如此 不要责怪佛 第二层 我觉得完全有合理性 如果人都记得前生 大家会发现伦理大混乱了 一大早出门 管张三叫爹 拉个人过来 你是我老婆 讨债的 仇杀的 这都多了去了 天下不就大乱了吗 所以必须删除 留住是祸根的 人人信因果 大直之道也 人人不信因果 大乱之道 轮回观是建立在三世因果基础上 而对三世因果的宣扬 听起来是被实之论 在这样的殿堂 这样的寿众 我来讲这个东西 好像特别迂腐 但其实它有着非常鲜明的现实利益 印光大师有一句名言 人人信因果 大直之道也 人人不信因果 大乱之道 为什么现在人觉得所谓人心不古 始风日下 物质世界越来越发达 而人精神层面的东西失去了 道德沦丧 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因果观念被颠覆掉 被批臭了 过去中国人讲 举头三尺有神明 当一个人从骨子里这样相信时 那做坏事不是说不要让公安局发现 不要让检察院找来就好了 而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的事情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我们中国是一个唯物论的大国 但是一直在讲一句唯心论的话 这句话以前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上重复出现 极法网灰灰 数而不漏 这句话用现实的角度 是说不通的 全世界每分每秒有多少发案率 多少破案率 多少错案率 你把这个一加一减 就会发现 法网灰灰 数而有漏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句话是真理呢 只能站在佛教三十因果的框架内 贯穿三十来看问题 如是因 得如是果 不是不报 时间未到 法网灰灰 数而不漏 从一世因果上讲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部分的真理 从三十因果来讲 这句话就是真理 佛学是为学佛服务 今天讲的这个话题 实际上是在讲学佛的一个根本精神 佛学为什么会产生 存在 发展 佛学是为学佛而服务 为佛教的性解行政而服务的 上一次我受邀到香港理工大学讲演 曾讲过一个比方 佛教本身被形容为苦海慈航 但现在这艘苦海慈航 人们为它建了一个慈航博物馆 不再让它营运 停运了 从此案到彼案的慈航任务已经解除掉了 想象一下 在一个恒温 恒施 保卫措施极其严格的博物馆里 有一批专业的专家 对它进行分析 从木料 造型 结构 材料 油漆以及抗风力等方方面面 进行细致的研究 如为敢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上面的不怎么做 每一个单项都出了洋洋洒洒 几百万字的论文 这艘船被保护在这样良好的殿堂里 受着这么多人悉性的研究和关爱 是奇性还是奇哀 对这艘船来讲 似乎该去羡慕它终于熬到好时候了 学术昌明 佛学研究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 还是应该悲哀 它是一艘船 应该在苦海中承担着慈航的任务 所以 我讲佛学发展到今天 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偏离轨道 走向其路了 为研究而研究 为学问而学问 但宗教是什么 它关注的是什么 是人心 是解脱 是升华 佛家之孝道 佛家之轮回 千百年来在佛教的传承中是正统的 但现在日益被边缘化 佛法到今天 需要一个重新的理清 让它回归到佛法式解脱到这样一个正本清源的立场上 佛学发生发展的存在价值必须围绕为学佛服务 用我刚才紧迫感的话语说 年过四十的人都已经黄土到腰了 四十二章经讲 人命在呼吸间 一吸不来 变成格式 如果抱着这样的心 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 但这不妨碍做学问 如果你是以菩萨发心 求菩萨道 当从生明 内明 阴明 功巧明 一方明 这五明中求 这是佛的教诲 磨刀不误砍柴工 对有知识 有报复的人 在相对年龄还适当的时候 要广学不闻 不要走一个极端 我生死心生起来了 好 我明天开始就什么都放下 我也不做研究 也不学习 我就开始修 所以我今天还带着一种想法 给大家以登高一呼 我们来这里听这堂课 来做佛学相关的学习 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是为了一篇论文吗 是为了有这么一个学历吗 这都不是我们的终极意义 我们实际上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 达到净化心灵 祥和社会的效果 所以学佛就三句话 看破 放下 自在 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有痛苦 有无奈 就是因为看不破 因为看不破 所以放不下 因为放不下 所以不自在 也有一部分人 已经到了这个看破的状态 你听他讲 听他写 很豁达 很高慢 但在现实中 叫说得果跳不果 对此 莲池大师 曾有一句经典之言 听其言 超佛祖之仙 观其行 落凡庸之后 这就是所谓 看得破 却放不下 二者应该齐头并进 理论上看得破 实际中放得下 那必定自在 谈放下 很多人的理解 实际上有无区 放下不等于放弃 放下实际上 适度的调整 因为我们原来的 这种偏执 执着 已经成病了 因强烈的我像 我爱 所以处处执着 审秘也好 偏执也好 活得非常痛苦 广煞千间 夜眠不足一床 一个人能享受 多少间房子呢 人无百年寿 莫作千年忧 我们几个人 能活一百年 但是你看他的 个人打算 计划 报告 策划等 仿佛准备在人间 蹲守一千年 同时准备好了 后续大量的弹药 但他还能蹦几年呢 所以佛教讲 常将生死挂心头 所有寺院的晚客 都有一个 普贤菩萨的颈重计 这是一首 颈测大众的计 事已过 命意随俭 如少水鱼 私有何乐 这一天又过去了 就像一条鱼 养在一缸水当中 每天咬一瓢 每天咬一瓢 他还能蹦腾几天呢 水渐渐少了 时光流逝了 大众当情精进 如旧投然 但念无常 甚无放异 如果头发蛀火了 你会马上扑火 还是说 我还要观赏一会 我还要考虑一会 有这个时间吗 有这个雅兴吗 所以大众千万不要放异 需要精进 精进两个字 很多人理解为 勤奋努力 但他有精而不杂 进而不退双重意思 勤奋努力 只是谈到了劲 首先专学专修 这是精 人不可能学成全科大夫 如医学博士不可能皮肤科 五官科等什么科都能看 每个人都要专精一门 这是精而不杂 后续的进而不退 是只要有动力 要有干劲 像一个目标 往前奔 我们学佛 就要以这样一个方法去看破 放下 自在 佛教是活生生运用在生命中的 学术很重要 要不怎么叫不学无术 但如果为学术而学术 最后变成 世之变聪就不行了 死在文字堆里 这是我们知识分子 学佛最容易犯的一个偏差 所以今天这个课题 一方面 是要提升我们的孝亲观 把对于自己一家 一户 一父 一母的人间之孝 一时奉养之孝 提升到天下父母 天下苍生 这样一个大菩萨的境界 来报地藏菩萨的恩 同时圆成自己这样一个地藏之行 另一方面 让大家明确 我们学佛是要用来指导修行 最后达到一个究竟的成就 这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